我叫杨诗贵今年37岁 来自四川成都 是一名洗碗工 我每天洗碗的时候 从九点半开始 洗到晚上九点钟 我每天要洗七八千碗 生意好的时候要洗一万多碗 我最大的梦想 就是要买一座大房子 妹妹你好 你好 请问来自哪里 我来自四川成都 九眼瞅洗碗工 我就问你来自哪里 你一串全部爆出来了 今年多大 我今年37岁 结婚了吗 结了 有孩子吗 你还没问我名字 对是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杨诗贵 周立伯大哥你是不是真的 我以为是骗子 你觉得我是假的对吧 我在四川被刷下来了 然后上海电视台 打电话我以为是骗子 骗我去做传销 我一直说我没文化 然后被上海的人知道了 就以为骗我好骗 就上海先摸清楚四川谁没文化 然后杨诗贵没文化 然后哗就过来 对吧 然后我还写了遗书 爸爸 爸爸 是真的还是假的 真的 你进我的家里头去看 这里有这么长的遗书 那个杨小姐 在你表演之前 我能不能满足我的好奇心 你能不能把你的遗书 稍微公开部分 姐姐姐夫 老公 孩子 请注意 你是不是连着都对呀 我今天 决定去上海 我每一个小时 给你打信 到了三天过后 没有运信 不管三千二十一 立即报案 是在成都报案 还是在上海报案 我姐姐在成都报案 然后上海的也可以报案 来个理应外行 太有趣 有今晚 对吧 我觉得这已经是个节目了 你觉得现在是什么感觉呢 我刚开始是忐忑不安 然后就是焦头烂舞 忐忑不安 焦头烂舞 然后就是心里踏实多了 哦 最后就是心高采烈 那你有没有觉得秋高气爽呢 无垠密布 这成语 成语不像甩甩 像露出来的 是不得了 成语是我儿子教我的 哦 你们家倒过来的 哦 这个可以 不错 你很可爱 我估计天亮之间 他们会一直让你这样站着 天亮了 我肯定就成都了 坐飞机回去 你来的时候是什么 火车 那么为什么回去是坐飞机呢 免得夜长梦多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笑不料了 哈哈哈哈 梁杨女士 你有准备表演的节目吗 就是我学了五十多首闽南语 五十多首 哦呦 这个要跟上下级了 两个老师唱的肯定是八门弄服吧 哎呦 那你为什么会偏爱闽南歌呢 我根本就不认识字 然后就是唱歌要把字唱错 闽南语嘛 在四川那边还喝得到几个人 到这边就喝不住了 好 开始 英公司来点音乐 大声一点谢谢 开始一个 英公司来点音乐 大声一点谢谢 大声音乐 大声音乐 我都不激烈 我不激烈 我不激烈 爱问 爱问 做马交给港大奖 上奔天主典 七奔靠大奖 爱奖 你少了一个名 听你变成六人 不说那个 除了那个七 你变成六这样 因为手指插两个 我一丢就这个话筒就掉下去了 这个杨女士 你走近以后我才发现 她太有创意了 你知道吗 我觉得她是用编织袋做的 编织袋做的 你早就看出来了吗 早就看出来了 你不提醒我这是没有职业道德的 我怎么知道你会看出来了 我是刚刚看出来了 这是你自己做的吗 是我自己做的 你的手很巧 你是不是装成没文化 其实很有知识的 这除了不认识字而已 大概什么都做得到嘛 自毛衣嘛 然后就是做衣服嘛 虽然做不出时装嘛 但是做得出有裤子的 有衣服的 哦 我还有一个小品啊 就是我表演的就是这个装素 头顶锅盖 身穿麻袋 腰酸鞋带 手拿泡菜 我就是东方不败 我就是四川渣菜 嗯 出去 你 唱得烂 但是你的表演很赞 他今天是在表演脱口秀啊 你不是来表演唱歌的吧 我表演唱歌 我 我 你可能搞错了 你表演脱口秀吧 我还是表演唱歌 我 我求求你 说你表演脱口秀好不好 脱口秀不知道什么意思 你到底是 是来接受我们点评的还是 存心来考核我们 哈哈 你这么想 我大概就是这么做吧 请注意 现在有一 不明身份的 四川朋友 潜入上海 头戴 那个 头顶锅盖 身心麻袋 你对海派金口下多少 哈哈哈哈 小燕 呃 思慧 我觉得你 让我想到四个字 什么字 你猜哪四个字 装疯麦嫂 思慧 我跟你有一个共同点哦 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洗碗 真的 你第一份工作肯定是读书 哦 我错了 对不起 我给你道歉 好 我人生的第二份工作就是洗碗 真的 那是你在实习 不是不是 可可你完全在人生定位 呃 因为那时候我在日本 刚刚就是我去念书 然后我日文不够好 所以我就到餐厅去打工 嗯 暑期打工 我就去洗碗 然后你就是半工半徒 哈哈哈哈 好 清楚 其实我洗了大概 坦白说 就大概不到一个月 我就受不了了 洗起来的时候很难洗 有一些勾欠的食物就扣在盘子上就洗不掉 我还得拿指甲去抠 就你们不会了解洗碗工 那洗碗工是没有指甲的 哈哈哈 又错了 哈哈哈 对所以我又说 就是 你是怎么可以这么乐观 我一般是钱掉了千多块钱 我在伤心 伤心了就瘦五斤 那就是说他一般都很开心 除非掉了一千块钱 掉一千块钱他就瘦五斤 他多也不 那就差不多就两百块一斤 哈哈哈 你是不是觉得只要人活着还有工作都很开心 根本不算辛苦 是的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就是想挣更多的钱 要买个大房子 出去 我现在这边就代表这个台湾所有的朋友们 我想办法邀请你到台湾来这样好不好 如果是免费的我就去 如果是要钱的 我自己付钱请你来 好 我就等到那一天嘛 你开车来接我 我要跟你说 我 YES 谢谢 小一 YES 理论上你已经成功了 我就我这个YES 或者呢 对你来说是无所谓的 多一个YES吗 工资会高一点 那对我来说呢 就是两点晚都洗掉了嘛 我再多洗一个又什么呢 你看 我的心态跟 其实你的心态跟我的心态是一样的 我的心态现在跟你的心态是一样的 嗯 我用一种非常复杂的 那我们就是新年新嘛 心心相依 哦对对 虽然我对你非常依依不舍 因为我觉得你下一秒钟随时随时在给我们快乐和奇迹 所以我现在我快点给你 YES 抓紧你成功了 我们下次再见 这样就要回去了 哈哈哈哈 回去是为了让你更彻底的过来 期待你的精彩 谢谢 好 再见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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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